第三四題下列哪一個敘述不符合小球的運動情形 選項A說A點到珠點全程均作為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是對的 我們剛才做題目的時候我們從AB取一個平均速度 BC取個平均速度然後兩個相減處理時間 求出一個加速度 如果我們改成用BC取個速度 C珠取個速度 然後呢代入ΔTΔV 我們會得到一個這邊的一個加速度 我們會算得出來這兩個加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他全程都做等加速度運動 選項A是對的 選項B跟C呢 這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的一個小技巧 叫做等加速度運動過程中 兩個時間之內一段時間之內的平均速度 等於時間是一半時候的順時速度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畫了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然後呢這是有一個時間T秒 我們Touch它的一半 那我們就會發現呢 上面這個三角形跟這三角形會全等 所以可以把它補過來 補過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長乘以寬 就是所謂的面積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平均加速 平均速度的意思 就是我會在這麼多的時間之內 走這麼大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的速度 乘以這個時間就得到了我們的位置 這個面積就是原來全部的面積 就是我會花這麼多的時間走這麼大的位置 這就是平均速度的意思 而這個速度呢就是所謂的順時速度 所以我們說等加速度運動 它的兩點之間的平均速度 就正好等於時間一半時候的順時速度 所以呢 B的順時就是AC之間的平均 C的順時就是B珠之間的平均 就是時間一半的順時速度 所以B跟C都是對的 那麼所以只有珠是錯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每一點加速度都一樣 所以第三次提問我們說 哪一個敘述不符合小球運動形形 我們答案選珠 全程小球做加速度運動 但ABC珠四點的加速度不相同 這個錯 因為它做的是等加速度運動